大卫王正在后宫沉浸式上课 一名哨兵却突然闯入 大王 大胆 齐军猛攻大梁 大梁要失手了 人不可能两次踏进一条河流 但齐国却可以两次偷击大梁 大卫王脑子都懵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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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国孙并故技重施 不仅让一向狂傲的大卫王血压飙升 更是让前线的庞娟怒火中烧 即使在攻韩最激烈的时候 这位孙并的师兄也没有忘记齐国救援的可能 而在内心 他把与孙并的再次较量 看得比攻韩重要一百倍 纵然灭了韩国 天下也不会因此而赞颂他 因为韩国太小 身不害也不通军事 齐国孙并则不同 孙武之后 名门高足 同门失地 又有桂林大败他庞娟的黄黄战绩 只有孙并才是他真正的对手 也是他面前的龙门 所以啊 打败孙并 庞娟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将 否则庞娟在天下永远都只是一个二流将领 高傲而又雄心勃勃的庞娟 怎么可能会如此屈辱的断送自己呢 这个孙并也真是利令之婚 竟敢顾忌重演 难道他真的把庞娟当成了白痴了吗 但孙并恰恰利用庞娟的自负 早早在马林道给文明天下的庞娟 给称霸几十年的魏国设好了坟场 日落之前 孙并秘密增调的十多万步兵已经全数到位 北面的出口已经被堵死 封堵南面山口的骑兵 也已经等候在十多里之外的密林中 孙并要将回援大梁的庞娟 以及卫军十万人马 全肩在这条默默无闻的马林道 夜幕降临 一心要打败孙并的庞娟 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人生最后一战 庞娟还在强行恢复镇定 一只飞剑将一块布条定在了一棵大树上 庞娟上前 看到了上面孙并对自己的无情嘲讽 庞娟死于此树下 瞬息之间 庞娟与十多名卫士满身带剑 刺猬般倒在路边 庞娟奄奄一息时 看着山谷中被打蒙了的卫军将士 各自为战的搏杀 一丝泪水涌出了眼眶 十多年精心训练的这支铁军将全军覆没 他自己也将带着永远的仇恨 和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 建功立业出将入相的勃勃雄心 就这样轻刻间随风而去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一道闪电从脑海掠过 他突然间洞察了孙并的全部谋划 连最后置他于死地的计谋 也计算得如此精道 引诱他到山坡孤立处 集中强攻硬弩 向火把圈子骑射 孙并可谓用心良苦 做得干净彻底 孙并终于成名了 踩着旁圈的尸体成名的 而就在旁圈尸骨未寒之时 大卫国庙堂也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这大卫国要兴 还是要我 假释何在 打下龙骨 立即战手 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单卫军却两次掉入了孙并的陷阱 马林道之战 死了名将旁圈 折了横行天下的大卫铁军 甚至连长期傲视群雄的大卫王 也向被人狠揍了一顿 不仅鼻青脸肿 印堂发黑 顶着黑眼圈 甚至连说话都变得困难 受父王之托 本太子代为处置战后事宜 丞相先行禀告 马林道战况 大卫国这个国家呀 很有意思 每打一次败仗 丞相公子昂和太子申这对摸鱼达人 都能狠狠地发一笔 而这叔侄俩之所以能发达 一是因为懂得在大卫王面前商业互吹 二是因为很会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马林道之战 我军死伤无数 所幸太子天纵英明 率领三万铁骑杀出重围 才得以保住了我大卫最后一支精兵 公子昂满嘴跑火车 舔完了太子 又开始无底线狂踩旁圈 这个此战都是旁圈 刚愎自用 轻率冒进 才导致卫军惨败 所以我有个小小的提议 马林道战败 庞娟辱国大罪 应该抛食荒郊 任由虎狼野狗吞噬 大卫王用无声的愤恨 来默许着公子昂 对庞娟最无耻的惩罚 太子申更是附和公子昂 高声发狠 我老书话讲完 谁赞成 谁反对 荒诞不惊 岂有此理 这个唯一敢硬钢太子的老头 叫龙谷 眼下他已经73岁 非但是为国仅存的三朝老将 而且也是列国为名的老将军之一 在魏文侯时期 龙谷少年从军一刀一枪的苦证功劳 愣是从一个大头兵 一步步的锤炼成了军中猛将 在吴启为统帅时 他终于做到了前军主将 跟随吴启与天下诸侯恶战76次 竟然没有战死 当真是军旅罕见 时间一长 魏军将士便称他为龙不死 从这个称呼来看 龙谷还是有火力的 他不仅当面扯开了太子和公子昂的虚伪裤衩 还要狠狠地处一下大魏王的眉头 对龙谷这样只知道干事的人 公子昂向来能拿捏得死死的 他表示龙谷这不仅是跪舔旁圈 还侮辱太子 而耿直的龙谷也对大魏庙堂彻底丧失了信心 这大魏国要兴 还是要亡 假释何在 打下龙谷 立即战手 正义站在龙谷这边 而龙谷也肆意地悲痛地咋笑着 这句话彻底挑动了大魏王那敏感的神经 公子昂眼看大魏王在极力克制着颤抖就赶忙下令 退出龙谷 明正典型 龙谷下狱 听后堪问 被龙谷这么一通输出啊 大魏王彻底毛了 乱了 虚了 当他想起身离开时 他和他的王冠都坠落在了地上 魏国 留下了短暂的霸主空隙 齐国却并没有立即填补上去 马灵大战后啊 齐国将相失和 田济与邹济相互倾压 邹济巧妙地给田济设了一个谋反圈套 田济被迫逃亡到楚国去了 孙并失望之极 秘密离开了齐国林姿 隐居山野 于是呢 齐国的强国优势 因为失去两大名将而大为逊色 一个短暂的军事 罕见地出现在战国时期 一个百年不遇的机遇 骤然推到了秦国面前 但面对这样一个良机 秦国朝野却出现了一种不良风气 秦人请命痛饮 庆祝魏国惨败 却遭魏央当头棒喝 大梁造令 民气为国之根本 民气正则国强胜 民气颓则国雷弱 今为国大败 非我秦人之力 何当大蒲言 何夕之地为父 昭昭国耻为学 我民却以他国之胜 狂喜痛饮 成秦人之羞 今我国人当替力自省 方可学耻图强 庆贺他胜 图灭心智也 魏央的通告给国人狠狠地 泼了一碗冷水 秦孝公为魏央的冷静 感到由衷的钦佩 秦国庶民对大梁造更加敬畏 觉得他简直就是 教会子民的圣贤尊神 但魏央顾不上理会这些 他要紧紧抓住 眼下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为秦国变法告成 做一次能够决定 秦国命运的通盘谋划 秦国君臣在行动目标上高度一致 却在人事安排上出现了巨大分歧 魏央认为国君应该镇守咸阳 而自己则主导收复和西 魏央明白秦孝公的担心所在 论学耻之心 这位比自己执掌一岁的国君 兼大舅子比谁都急切 论军屡战阵 秦孝公少年为将 九经沙场 与魏军拼杀的愿望比谁都强烈 但他身为国君 却能够在复仇火焰的燃烧中 冷静的等待 何其难能可贵 不过就收复和西这件事本身而言 魏央却觉得自己更为超脱冷静 秦孝公反倒由于长期沉浸于 国耻思绪 关心则乱 过分谨慎 对魏央来说呀 一个最现实的难题是 谁来做统帅 车鹰似有不足 公子钱 共事二十年 孝公一直以为魏央只是个单纯的法家 却不知道魏央的第一专业 竟然不是法家之学 秦孝公豁然醒悟 不禁感慨上天忽悠秦国 要知道啊 名将名相皆天下其才 往往是得其一 便可成大业 吴王和吕得孙武 齐桓公得管仲 魏文侯得李亏 魏武侯得吴起 齐魏王得孙病 韩昭侯得身不害 都成一时大业 秦公得魏央 变法成效已经证明魏央是治国大才 可如何又能想到 他竟然也是兵学大才 这种兼通文武的将相之才 更是百年难遇 骤然之间啊 迎去梁胸中快累全消 大梁造从来不说空话 无需多说 迎去梁 今日败将了 君上之臣 父父和言 君臣二人在岳阳城楼 做完了最后一次密谈 魏央便率领秦国的五万新军 在夜间秘密东京 自此 秦魏之间一场了却 百年恩怨的大战一触即发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关注我看最精彩的大秦帝国解说